来自台湾西北六星宫的近百位妈祖信仲 在先后走访泉州天后宫、莆田文峰宫和厦门曹中宫等地后 于2月18日结束了四天的大陆近乡参访行程 在厦门期间,台湾近乡团成员身着庙福、好享罗明 一行人来到沙坡尾曹中宫拜业妈祖 台湾西北六星宫主任委员江小鹏告诉记者 这是他第二年带领信仲前来大陆参访 一路上受到各宫庙盛情款待 是世界妈祖一家亲,大家都是一家人 为了妈祖的盛事,我们不分彼此 因为妈祖是慈爱的 从我们到大陆来,其实一路上 其实各宫庙对我们台湾人 对我们西北六星宫是非常热情接待的 沙坡尾是厦门最古老的港口之一 现在已蜕变成年轻人休闲拍照的网红地标 早在清代,沙坡尾至台南路尔门 是海峡两岸重要对度口岸之一 来往海峡两岸的官民在出发前 都会来拜爷妈祖祈求平安 不管南洋哪里都要从这边出去 就要来拜拜,说我要出去做生意 还是说我要回台湾 妈祖保佑,我们一路顺风 不管官员啊,那个老百姓啊 都是一定要从这边经过的 此次台湾进乡团参访期间 厦门曹中宫还特地安排表演 享誉两岸的歌仔戏 同样的闽南语,熟悉的戏曲旋律 令台湾信众们倍感亲切,争相拍照 在结束大陆行程后 台湾进乡团前往厦门五通码头 搭乘小三通返回台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